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这个铁幕国家的科学家 这次我们就 陈销售博士 都是想讲这个沙卡洛夫 首先我先讲 沙卡洛夫对我那时候来讲 是一个新闻人物来的 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 因为在这个苏联末期的时候 它是苏联的离生分子 它是被流放的 但是没有杀到它 但是如果你查一查它的历史 它应该是苏联物理学家的 最尖端的位置来的 就是跟我们之前讲的都比不上去的 也都这么讲了 你说你很难将它 譬如说我们讲Live Lander Live Lander在说60年代已经不在了 但是沙卡洛夫他就是 他的那种影响可以持续到近现代 即是去到这个直头 八九年了 八九年 八九年那时候 是的 去到这个时候 所以他的影响也不单止在科学上 人文上的影响 那么他自己也都拿了这个 诺贝尔和平奖 但是他自己反而就没有拿过 诺贝尔的文理学奖 但是他在文理学里也非常有成就 否则他也不会有那么大的 那么受注意那么大的话语权 所以我就会说 他对于整个人类来说 我会觉得沙卡洛夫影响是大的 但是你以为对于科学来说 可能我都会认为Live Lander是比较厉害的 但是你觉不觉得 就是说如果他不做一个尼身份子 他不出声 他只是埋手于这个物理学 他会有更加大的成就 那他在物理学的成就都够大的了 他会更加大还有一点的样子呢 就是具体上我不清楚了 他那种在物理学上面的成就 可以体验于什么呢 就是他有份参与设计 和领导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核弹的计划 我们知道那个第一个核弹计划 就是马克兔计划 就是在美国的了 但是他在萨克洛夫去领导轻弹的计划 那个沙皇炸弹就是人类历史上爆过最瘋的核弹 爆了那个我们今天还在那里 什么爆了 你什么意思呢 沙皇核弹如果爆了轻弹呢 就是你要说它去哪里爆先 我会这么说的 如果沙皇炸弹呢 就是网上有个东西给你去模仪的 你如果尝试将一个等量于这个广岛长期那类的原子弹 放在维多利亚港上空那里爆呢 那基本上就影响了这个九龙半岛 还有那个上环中环下环这些地方 就是基本上维港附近一带就毁灭了 但是呢 如果你说的爆了这个沙皇炸弹呢 你去到深圳河以北呢 你都很难明白的 就是基本上就是整个香港全境都爆了 其实就去到这样的了 是啊 他们那时候说冷战的高峰 那时候是他认识的是一爆揽炒 全球揽炒的嘛 但是哈努伊夫就说不要搞这些东西了 最怕就是你打算拿来揽炒人 怎知道自己爆了自己 是啊 很可能的嘛 好了 那我们严肃一点 沙克洛夫的贡献在哪里 因为据我所知其实它是不止实用性的 它连理论性都是有一些突破性的贡献的 那就是有一些比较草草地去带过 那它自己本身的学出生意 那其实它是说到二战时期 才正式去读物理学的 就是你说相比于一些 在那个已经是一战和二战之间 已经去过欧洲交流的 就是我班这样的苏联文理学家 就是Lando就是这样的人 那比如上个星期说 你说Sherkinov和萨克洛夫这些呢 就相对是比较 就是那个年代就厚一点 但是你说Sherkinov都不算厚的 不过Sherkinov就是 比较都是由苏联系统训练出来的 那我也应该甚至更正一下 就是阿萨克洛夫他就会是 比较是后背一些 那它就说着1938年 就去了Moscow State University 其实到今时今日都是很顶尖的学校 就是读物理学 然後在中間 因為經歷異戰的關係 甚至乎要經歷了去逃難 因為其實就算莫斯科也有很大的戰事 曾經發生過 是不是? 他甚至乎一直被整個 要搬到大學坊 那些學術研究基地 搬到今天那些土庫曼的地帶 薩克洛他就經歷了這樣的階段 然後他就一個四五年畢業了之後 其實都是從事理論物理的工作 他很有趣的 其實他由1938年入去讀書 你可以想像可能四一年四二年 學士畢業 這樣算得很快的 1947年就成為了博士 這樣就正式講回初期的這樣的貢獻 其實他原色的貢獻就是在宇宙學 尤其是那些高能宇宙射線那裡研究多一些的 也不是直接研究核子的東西 它那些東西就叫做高能 高能物理的東西 但是就不是說地面上面放射性元素給到的高能射線 其實如果說宇宙射線的能量級數是更加高的 所以薩克洛夫他在最初的研究來講 多數是跟宇宙 高能射線那些東西有關的 這個也奠定了他在日後參與這樣的核武研究裡面 他對於那些射線和那些物質之間的相互作用 這個東西他就掌握得很清楚 容易有相互作用 撞擊情況如何 這個爆炸會是怎樣發生 他就會成為了這方面的高能物理學的專家 嗯 那他做原子彈的貢獻很大的嗎? 嗯 他主要的貢獻就是 如果你說各人有不同的部份 Leaf Landau 他有份計算這個蘇聯初代原子彈 他那個最後出來的功率 或者當量有多 那如果你說說薩克洛夫 他在初代的那個核彈的貢獻有多大呢? 那我自己就不敢說 但是他最主要的貢獻呢 就是講那個整人類歷史上有史以來最大的那個沙皇炸彈 就是很諷刺 我們講他的貢獻 但是那個貢獻是限於他對蘇聯這個國家的貢獻 我不知道台長你知不知道那個人 薩洛夫他對於整這個沙皇炸彈呢? 他自己是有他的意見在那裡 你有沒有聽過? 有 他從那個 他做完出來他有少後悔 但是他做那個時候 如果根據現在的說法就是說 是第三種方法 因為在美國那邊 Edward Taylor 和烏林 他們做的方法 他有另外一種方法去做這個氫彈 是不是? 你問詳細的設計是怎樣呢? 我自己都不是太清楚 但是不外乎一樣東西就是說 你做得了氫彈呢 就是要用一個普通的核彈來點著這個氫彈 因為我們需要極高極高的溫度來令到核聚片反應來實現 問題就是說 你在這個過程裡面怎樣成功將那個核彈出來的能量 聚焦來形成一個很高溫高壓的狀態 但是有利於這個核聚片反應發生 那麼可行的設計呢 不止一個 但是在這裡又交代他去做這個核彈的背景 很有趣 我發覺有一些東西 他是不需要和美國那邊 Edward Taylor這些人溝通過 不小心想到大家相近的東西 其實沙克羅夫他自己本身 也都不算太想去做這個 整個這樣的東西出來 尤其是你看他晚年的經驗就是 最好核筆確散 大家不要玩那麼多了 但是大家都是聰明人想的東西都是有回合上的 就是說你要首先 就是他自己當時想的 你要令到自己有能力去制止了蘇聯去無止境地參與這個核競賽 首先你就要滿足到當時蘇聯領導人的一些要求 就是首先就令到他成功裝備了能夠威脅到美國的核彈 由沙克羅夫他自己的想法就是說 好了 我雖然我長遠目標是希望做到不確散 但是希望我們短期內做到一個成功的做到一個 博弈一個恐怖平衡的狀態 你美國有你弄了你的輕彈 沒有理由蘇聯 就是蘇聯在一個受著這麽先進核武威脅的情況之下的談判 就一定不會公平 於是也都不用支持蘇聯的領導人去停止這些這樣的骨避競賽 骨避競賽不一定在核子層面 可以在其他層面出現也不奇怪 所以 沙克羅夫他想的方法就是說 好 我一不做 我一不做就幫你做個勁的 勁到美國都害怕的 於是你就不能再藉口說還要做個勁的 也都大家知道大家再這樣繼續做下去就沒有意思的 所以大家就乖乖坐下來去談一下 不如不要擴散 事實上也都很有趣 在他那個195年去爆 就是真的弄了一塊這樣的沙黃核彈 1961 其實就是那些第一代的核不擴散條約 就已經是出現了 就是大家當時已經看到那種核武的威力 已經是好像很不受制 若脫疆 若脫疆 夜馬地這樣上去的時候 那大家就說是害怕的 就是在說那個程度是怎樣呢 用回數字單位去比較 那個沙黃炸彈的威力 比起廣島那些還要強 當然是在說 我先看一下 應該是去到上萬倍的了 一萬倍就多了 就是因為我們在說 如果說一個核武的威力 我們是用它相當於幾多 幾多噸的TNT 黃色炸藥 是的 是的 幾多kilo ton的TNT 就是我們在說幾多千噸 這個如果說原子彈的級數就是這些的 就是如果說到長期那些 那現在這個沙黃炸彈是在說 5萬個kilo ton 或者叫50個million 就是這樣的單位 所以我就說差一萬倍的意思 就是會去到這種程度 所以大家當時看到就是 我不知道台長你依然去看這個 冷戰時代的沙黃炸彈 它有些片給你看到的 甚至說那個威力的描述 你不是說你家裡的槍被人震爛了 是它在說在那個北極那一頭去試的時候 是搞到整個北極圈的國家 那些屋子的玻璃槍都可以爛的 就是這樣威力是可以覆蓋得這麼遠 就是你一個近的發尾當然會死很多人 但是你去到那種衝擊波的威力 去到一個很遠的範圍 一樣可以震碎別人的玻璃 也都令到當時的那些北極的國家 都發泄彈了 你爆發這麼厲害的東西 那你會發覺這個這麼大的震撼 就是來自這位蘇聯威力學家Sakharov 是啊 這個就是他響朵的原因 但是他一響朵之後 就自己內心很多矛盾 就是說他自己的那個命運 都是跟這個奧珀海馬和艾伯特拉一樣的 但是在這裡提一提艾伯特拉 就從來沒有後悔過他成興大 艾伯特拉沒有後悔到他的地步 結果搞到有人搬了第一屆搞笑 露貝爾獎給他 而且他很長壽的 他差不多去到100歲的 是啊 誇氣的 除了這件事之外 跟著他 沙爾洛夫就有什麼貢獻? 看看我們還有多少時間講 但是可以提一提的 就是說我們今天想拼命地開發的一個 核序變的一個發電窩禄呢? 其實第一個初代的設計就是由 阿沙爾洛夫去想出來的 這個就是一個叫Token Mark的設計 現在今時今日呢 我們都世界上有很多的國家 現在是用Token Mark這個模式來去嘗試去點著 這個就是製造一個核序變的窩禄來發電 當然還未成功啦 但是我就會說這種設計都是成為一個很重要的電機的設計 因為說在歐洲那個由世界各國合作去設計 就是去設計那個叫ITER的發電機組 如果說中國叫EAST 就是EAST的發電機組 還有就算是說韓國 說KIST學院的發電機組 都在用Token Mark這種設計 Token Mark這種設計說的簡單一點 基本上就是一個冬甩 它令到裡面那些很熱的那些這樣的電章 就是那些等力子體 就是凌空地沿浮了在一個這樣的冬甩的位置那裡 不停地在那裡打圈 我們希望它不需要的時候不要亂撞到一些東西 因為它那些這樣的等力子體是非常非常的熱的 是熱到要上到幾千萬度甚至上億度 才有希望能夠幫我們點綴到這個行緒變反應 所以我們很長時間就想 怎麼可以去設計到一樣東西 可以承載著這麼熱的東西 就是這些這麼熱的東西是沒有東西可以載著去的 唯一的方法就是你要去浮著它 浮到你不需要有東西拿著它 但是可以用一個遙距的作用來浮起它 於是沙克諾夫其實他是有份去想這個初代設計的 當然後來去到80年代 他自己都沒有參與到這些這樣的核材變魔龍的研究 但是這種想法很早就由這個沙克諾夫提出的來的 是啊 那他還有對那個宇宙學的貢獻 這個我覺得就是相當之前衛的了 因為當時其實沒有什麼條件研究這個真真正正的宇宙學的 是啊 尤其是你說的是蘇聯這些國家 就是港球那種研究的實用性是比較強的 你要做一些很理論性的宇宙學的東西 我想就是相對於你有上一份量 你才有資格去做的 不是 那他在炸彈方面有貢獻才讓他做這些東西 如果他這方面 他本身是專家 本身是做Cosmic Ray的 但是他那個知識本身就很有實用性 當然你說如果用回到一個很虛無飄的宇宙學那裡 就可能就暫時還沒看到實用性 但是他背後有一些很實用的學問來去Bank Up他這些研究 是啊 但是對於我那代人來說 主要記得他的離身份子 還有我是買過一本書的 但是就不是關於物理學的 是關於這個蘇聯的政治問題的 是啊 是的 他很難得可以這樣誇到這麼大去涉拌 我講另外一個極端 他就是在討論這個宇宙裡面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質子和中子 他正在討論就是宇宙起源的時候 為什麼會有什麼機制令我們有這麼多 我們看到的物質在這裡 那麼這個問題 今時今日我們還在討論的 但是其實在這個 四十年代 尾五十年代 就是在講這個宇宙學這門學問 應該才叫做剛剛有少許苗頭的時候 就是說如果宇宙學這門學問 真的有些苗頭就是哈勃 宇宙膨脹這樣的概念 那時候是在講一九二幾年左右 但是一路的發展很緩慢 因為我們的觀測能力很有限 就是你要我們看一些 就是之前有幾次 我們看一些宇宙比較近的東西 都不是那麼清楚了 你還在講一個宇宙大的尺度 令到我們去說服我們自己 我們已經能夠看到宇宙裡面相當的部分 從而令到我們可以去對宇宙整個的演化 有一個結論 其實真的是在講很近現代的事情 但是這些初期的研究 就是你會看到 蘇聯、美國的一些頂尖的物理學家 又參與在其中 是啊 所以大家看到就是 其實真正的高手 不會局限在某方面的 一定是可以看得很遠很遠 還有他敢去處理一些很負挑戰性的問題 這個就看到是高手的痕跡來的 那我們這個鐵幕國家的科學家 就可能都那段落 沒有什麼其他可以數到的這些超級的物理學家 想想都可以再講了 但是我們當然有繼續預備其他材料 就是有其他的科學回憶跟大家講的 是啊 但是我記得想問你一個 除了蘇聯之外其他這些鐵幕國家 就是那時候東歐那些 有沒有一些很厲害的物理學家 我想就要看到東德 就是那些奧利利亞 這些類的物理國家 甚至波蘭 其實值得看的 好 那我們再研究一下 我們下一個星期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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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